OK 那施政老其實在今年裡頭 有沒有說如果是生意啊 還是可能工作來說 也有份金木水或土木性 那有沒有說哪個工作呢 其實是比較可以適合投資的呢 好比說一些可能房地產啊 還是一些木業的啊 水業的呢 那麼今年來講起來呢 就是這個 你知道動亂的年 什麼東西是最好的 黃金是最好的 所以是貴金屬 你可以投資貴金屬 像現在這個黃金現在的價格 是六年來最高的 六年來黃金的價格是最高的 那你投資到貴金屬 你在目前來講 黃金的價格大概到一千六了 是一百六還是一千六 都是一樣的 反正一千六一千六 現在是最六年來最高的 所以我去年跟大家講說 投資貴金屬 你看你現在就可以賣了 黃金你現在就可以賣 你就賺到 那時候才是一千而已 現在是一千六 所以是每一年都會賜福給大家 所以貴金屬還是很重要 動亂的年貴金屬 另外食物方面的投資方面是很重要 水 屬水 屬水方面 另外還有高科技 高科技也是很重要 這個是可以投資的 高科技跟民生的實用品 另外就是貴金屬 這三個是可以投資的 是的 其實在去年 市順真的已經把福賜給大家了 如果真的是有留守我們節目的話 大家都會知道 怎麼樣去好好的投資 大家記得在今年也要做出明確的一個選擇 我們非常感謝盧世尊 謝謝世尊 謝謝